办案人员举起瓦斯桶直接破门而入 这个诈骗集团以假投资诈骗被害人汇款到人头账户 然后与黄金盘商勾结 用账款购买黄金后 再利用人头制造黄金交易假象 实际上却由盘商协助将重做后的黄金 另行转卖再将钱转为虚拟货币达到洗钱效果 出乎清查有超过50人受骗上当 财产损失超过3000万元 刑事局打诈中心刑事研究小组发现 某个黄金盘商的账户有诈欺账款贿赂 经深入追查发现 黄金盘商意图获取不法利益 跟诈骗集团合作 利用人头制造黄金买卖的假象 实际上将黄金另行转卖给诈骗集团 本案报请新北地点署指挥 并跟台北市松山分局等单位共同追查 出乎清查有数十名被害人 财产损失超过3000万 警方经过五波搜索具体 逮捕包括有黑帮背景的 诚信主席与集团成员共20人盗案 同时起出手机百万元现金 枪械金条2789克及铸造模具等 新事局方面分析指出 由于黄金价格不断上涨 因此成了诈骗集团眼中最佳的洗钱管道 近期黄金价格飙涨屡创新高 所以张款购买黄金进行洗钱 民众如接获类似电话 请务必仔细求证切勿受骗 警方已经将权案依刑法诈欺罪 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条例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并扩大清查共犯及幕后金主 刑事局方面也再次提醒民众 如果有邀约投资一定要小心求证 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